現在大概是六年多 六年多會改變很多的事情 而且六年多也是有可能 成為一個人的轉折點 那 關於夢想 我們把夢想比例成為一個講 就算那個夢想需要很遠很遠的距離 需要很多很多很能力的事情 或者是 需要很多的淚水才能到達 但我們相信那個 只要一直努力下去 那個夢想都能先到達 你們說對不對 所以你們有沒有聽過這一首歌 所以你們等一下會唱我嗎 好 我們等一下到